上週五川普總統講話就已經把貿易戰和後面兩件事 也就是臺灣旅行法和美國軍隊進入南海這兩件事就加以區分 我也覺得不能把貿易戰和後面兩件事等量器官 因為這裡有輕重緩急之分 有主次之分 那麼貿易戰是主要的 而且是當前的重點 另外它也是希望在當下就能夠見到某種效果的 當然後面其實我看也不完全一樣 你說美國軍艦進入南海這件事 那麼它的目的和原來一樣 依然是要維護航行自由 反對中國政府所聲稱的對南海海域擁有主權 並沒有什麼新的目的 也不適度達到什麼去完成某種新的意義 可是臺灣旅行法就不一樣 因為臺灣旅行法確實比以前有很大的突破 和原來的臺灣關係法相比呢 因為原來臺灣關係法規定的是 每台雙方可以保持非官方的關係 而臺灣旅行法呢 是允許雙方各級官員護法 也就是說現在的臺灣旅行法 打破了原來的 美台雙方只能進行非官方關係的這個限制 恢復了至少是開始恢復了 或者說部分的恢復了雙方的官方關係 這就等於是向著這個美台 美國美台之間建立正式的外交關係 這個目的邁進了很大一步 那所以他要他 他比以前有重大的突破 因此和那個軍艦進入 南海之間還不一樣 但是相比之下呢 他和貿易戰還是不同 因為這個目的呢 你說美國是不是要打算 最後就和臺灣恢復邦交 那麼這個目的 也許有這個目的 那至少呢 他不是現在就要實現的目的 那顯然就是 如果中國能夠在貿易問題上有所讓步 那麼美國就可能 在對臺灣的問題上呢 放一放 緩一緩 如果你中國在這方面 貿易問題上不能不讓步 那麼美國就可能在臺灣問題上 再推一推 再走一走 所以在這個意義上講呢 他和這個貿易戰確實不完全一樣 你從這個角度講呢 你把它當成這個談判的籌碼 也未嘗不可